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手轻轻放在大腿之上 让自己舒服地坐在这里 准备好之后 你可以合上眼睛 现在邀请你将注意放在身体的感觉上面 清楚感觉一下脚踏实地的感觉 然后将注意从脚踏带到大腿和椅接触的感觉那里 再感觉一下双手和大腿触碰的感觉 留意一下肩膊 面部 放松的感觉 就让我们享受着这一刻的放松 同时将我们的专注从身体的感觉 带引到内心的觉察上面 现在 请你将你的右手慢慢放在额头上面 我们由意识地以圣衫的名号 开始我们的祈祷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仁慈的天父 感谢你带领我走到你的面前 祈求你的亲临 你的光照 能够让我们的心向你躺开 祈求你开启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可以清楚地听见你 看见你 就怀着这份开放的心情 让我们细听 夏主教今天为我们分享的圣经金句 各位姐妹 今天的圣经金句是 你们应该是圣的 因为我 上主 你们的天主是圣的 南美纪十九章 二节 今天的《独经一》和我们记载的 《纳美纪》这一段 就是讲上主分事梅室 经过梅室去告诉以色列子民 他们应该守什么的戒名 非常公正严明 程度很高 很文明 其中我们在《独经一》看到的 不但叫以色列人不能偷窃 不能欺诈 而且还要对那些弱势的 例如龙的人不要奏骂他们 盲的人不要等东西挡着他去路 又要公正地审判 不能忐忽窮人 也不能重视有权势的人 要正义地审判所有的人 但是这个所有人 甚至最后一句 他说爱人如己 这个人 其实是有一个种族之分的 如果我们细心看看 其实他是说什么 同胞 本族人 本国人 即是所谓亲疏有别 即是自己有 这个我们也不是很难明白 在古代 是有这样的自己有 地缘的原因 哪里同乡 哪里同一个省 我们中国也有 好像大家同一个乡 于是近一点 但是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是这样看人制关系 不是我们同乡 或者同一个族 大家就帮多一点 不是这样的 因为 这么说笑 我们是中国年 我们是什么 牛年 马年 猪年 属牛 属猪 基督徒属什么 属神 属于天主 因此 我们要是神圣的 守这些戒命 是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天主叫我们 叫我们借着守这些戒命 能够成为神圣 神圣 不是叫我们 自视高人一等 看其他人低 而是因为我们属于天主 就会从天主的眼光 看到一切 其实都是天主所创造 天主所爱护的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应该有理由 更加有动力 去彼此相爱 你们应该是圣的 因为我 上主 你们的天主 是圣的 纳米几 十九章 二节 就让刚才的分享 以及圣经金句 在我们的内心回荡一下 当中 有没有一个 在圣经出现的词语 或者分享内容的说话 为你留下深刻印象呢? 又或者为你感觉到好吸引呢? 当你留意到的时候 邀请你在心里面 重复默念这些词语 或者句子 你可以一篇又一篇 又一篇 在你的内心 重复 重复这些字句的时候 你内心的心情感觉是如何? 你又可以留意一下 有没有什么的思绪 或者过去的回忆 此刻浮现在你的眼前 主耶稣时刻都在我们的身边 现在邀请你 将刚才内心所出现的 无论是感受 想法回忆 甚至是忧虑 疑惑 都让我们与主分享一下 最后我们都以光荣经作结 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 今日亦热 直到永远 阿们